哈囉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呢 這個影片我首先要先自首一下 就是 我其實 我上個禮拜其實已經拍過這支Vlog一次了 但是我回家之後開始在看那些clips啊 什麼 我發現天啊 我這次拍的也太爛了吧 就是畫面一直抖啊 然後沒有拍到重點啊 然後失焦啊 總之 it was a mess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等於是重新拍過 今天這個主題其實已經在我腦海裡面 有醞釀一段時間了 因為我其中一個姊姊現在正在美國芝加哥 然後她在那邊基本上是 完全買不到物資 然後也大概是每七天十天才會出門去補一下食物啊什麼的 然後我媽又是那種比較容易擔心的類型 所以anyway 總之就是這支影片其實今天也想要拍給我爸媽看 就是讓她知道說 你女兒現在活得非常好 然後 對 我會繼續好好的活下去 上個週末其實我已經拍過一次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幫我姊買口罩 然後因為我準備要幫她從香港寄到美國去 請看VCR Hi Guys 等一下想要去寄東西給我姊姊 首先我買了三盒這樣子的 Surgical Face Mask 對 然後她這樣子30片 然後一盒是130塊港幣 然後另外我還準備了一些我之前從台灣帶過來這種防花粉跟飛沫的 想說積檢過去就是一倍不時之虛 另外還有兩罐這個居家殺菌的濕紙巾給她 OK 我必須要說呢 去寄口罩這件事情我有一個storytime你們想聽嗎 沒關係你們沒有選擇你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第一次我是先去Curry Bay的DHL服務處 然後我大概是10點開門的話我大概10點半到吧 然後發現說他們號碼已經發完了 然後他們下一次發號碼牌要3點鐘 所以就表示我必須要從10點半等到3點才能拿到一個號碼牌 然後再繼續排隊 然後才能換我去寄東西 再來就是第二次前兩天我就去 因為我剛好要去灣仔那邊辦事情 所以我就去灣仔那邊的服務處 結果我3點到的時候拿了一個59號的號碼牌 我就先去辦完我的事情回來之後 你知道我在那個服務處前面等了多久嗎 雖然說你們看TITO應該已經知道幾個小時了 我等了4個小時 My Blonde 4個小時 我真的是好難理解喔 因為我前面真的我不誇張 每一個人進去至少都是20分鐘才會出來 兩個staff20分鐘表示他一個小時只能夠服務6個人 我就在那邊等了4個小時 我等到大概7點的時候我才進到服務處 然後我想說好可能他們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可能真的文件很多什麼的 沒有呢 結果我的東西10分鐘內就寄完了 不過講真的我覺得DHL的那個staff也是蠻可憐的 因為你知道他們已經忙 然後每天就是不間斷的這樣子在弄貨物的東西 弄到我手上的時候拿著一杯咖啡 然後他在幫我把東西裝箱 然後他就是直覺了把我的咖啡拿起來 然後準備要裝到那個盒子裡面 我趕快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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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是我跟朋友的網店買的 叫做Paper Girl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可愛很日系的一個Sweater 其實我本來很擔心 因為我覺得我是好像沒有很符合那個日系的感覺 但是哈囉 自己覺得自己很美這樣子有很正常嗎 當然我們每天都要覺得自己很美啊 拿我珍貴的口罩 這個都是之前在台灣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去領回來的 喔 By the way 我最近收到這個 O-Lens的禮盒 非常的感謝他們的PR 太好了 我最愛的銀眼品牌 我其實到現在只有用過他們的Spanish系列 所以很期待用其他的 我今天的銀眼也是Spanish 但是顏色是Peach 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珍貴的口罩 哈囉大家好 那個我現在呢要先去兩間藥局看一下 他們現在賣口罩的價格大概是怎麼樣 自己一個人在外面Vlog 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害羞 我現在到了第一家 醬紙 現在要も保照啊 要照M 都沒有啊 謝謝 好吧屈城市都沒有了 不過呢他們這邊有很多的酒精的搓手衣還有吸收乳 给你们看一下 满克满国全部都是 还有漂白水啊 这边也是洗手液等等 好的各位 我刚刚去了两家药局 还有屈城市跟万宁 那稍微给大家报告一下好了 首先呢第一家的话 它是240块有50个 所以一个大概是4.8块港币 那就大概是19块到20块台币左右 然后第二家是130块有30个口罩 所以一个大概是4.3块钱 然后大概是17块钱一个口罩 像这样子的 像台湾现在一个口罩大概是5块钱嘛 所以身为台湾人 真的觉得在台湾很幸福 因为你看政府有管制 下面一个口罩就大概是5块钱 然后而且你可以确保说 它的制造都是在台湾的 所以那我现在要去后面的那家草市 也是我蛮常去的一间草市 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卫生纸的状况 因为我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在抢卫生纸嘛 然后我刚回来香港的时候也以为就是香港的卫生纸很缺货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卫生纸区 那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些 disinfecting wipes啦 然后随身包的这种纸盒装的 还有随身的面纸 然后转过来呢 这边就是有像是厨房的纸巾 还有厕所用的卫生纸 然后你看这边全部也都是 我自己家里目前也有足够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分量吧 所以我现在是很OK的状态 那也是希望大家不管在哪里什么时候都不要大量的囤货 全部都是你拿走了 别人都没有的用反而会更危险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最近也有打算要再买一些口罩去给我美国的朋友 因为说真的他们那边第一是完全买不到什么物资 然后还有一些甚至是在urgent care或是emergency care这个领域工作的人 那我现在要准备去开会了 我要超过广播的声音 嗨 everybody 我现在在原方就是elevent 然后我的会议呢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吧 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够来的地方就是这边二楼的starbucks 现在因为香港有一个新规定就是用餐距离的问题 所以本来这边的位置应该缩减了三分之二左右吧 就是他们都会用胶带把它封起来 然后就是请大家去用有开放的位置这样子 Don't judge 因为我现在真的太饿了 我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 所以我先点了一个blueberry muffin 还有一杯咖啡 然后yes 我第一次来egnes他们家装修完的样子 你现在是快三点了你跟我说打啊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每个人都要到他家里了 所以呢我有jet lag 正常的 是要体谅的你知道吗 这个是无法解释的 像周明先生的那个工展宴 很会耶 就是你是一天不好吗 算是吧 嗨 嗨 要开始开会了 这个是要先开会的人 这个是到三点钟才在吃早餐的人 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给他活我 你要不要还是你要放这 我们在会议会放上新闻了 对啊 等一下这要让我麦克风的对 对啊 好的来请发言 哎呦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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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莫娜丽莎 哈哈哈哈 你一直跟我不说话 尴尬吗 哈哈 嗯 嗯 你知道我这个可以帮你吗 嗯 姐姐改的名字 叫什么 摩琳白狗 哈哈哈哈 好啦 嗯 請问你有沒有信心在六月之前达到你的目标呢 有 有 有 可以的 没有 应该可以的 哈哈 你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对这个就是 like this 会动的 哦 因为他一拍的时候有上个镜头 我以为那个是APP来的 啊 是你拍了之后呢 又有上 Fuck我的普通话真的很难耶 好 加油 首先 你得到这个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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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得到这个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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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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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ello everybody 刚回到家 然后现在要来做晚餐 那今天呢我想要来做泡菜锅 因为我前阵子买了一个新的泡菜 然后刚好我现在就是有所有泡菜锅 supposedly应该有的东西 像是 我跑三家超市才买到这个辣椒酱 还有 午餐肉 还有这个我刚在无印良品看到的味噌 所以说很多人应该都觉得我常吃这个很不健康 但 所以刚好 我每次有拍影片的时候 我都有用这个做东西吃啦 但我平常其实没有到很常吃午餐肉 所以 大家不用担心 那上次有人跟我说 吃这个腌制食物不能配养乐多 所以 那个我有听进去 谢谢大家 不过呢说真的啦 一个人吃饭 像这么大一个午餐肉 我如果不 比较平凡一点的吃的话 它 大概有90%的机会 所以就会被浪费掉 对 所以 anyway 那今天的泡菜锅呢 我会用一个 follow my guts的方式来制作它 因为 我其实没有一个什么 太大的概念说里面 就是顺序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大概大概这样 来做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然后我这边还想加一点培根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有一个印象说 泡菜锅有的时候里面会有培根 所以 加一下 这个 这个豆腐好像臭掉了 好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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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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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